大家好,欢迎来到Klagermal 今天我们将关注到的是 马航MH-17坠毁和MH-370消失事件 这仅仅是一次偶然吗? 2014年3月,马航MH-370神秘失踪 2014年7月,马航MH-17坠毁 短短数月之内 马来西亚国家航空公司遭遇两次事件 这两起事件究竟是偶然还是恐怖事件呢?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,此前,马来西亚曾多次和美国霸权相悖 2010年,马来西亚决定其货币令吉不再与美元挂钩 而是与自己的贵金属绑定 此外,2012年马来西亚高级法院的一项判决也引起了关注 在该项判决中 由于伪造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投入的证据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 乔治·布什都被判决为发动战争的战犯 2013年,该法庭再次判决布什及其政府 其余其人在伊拉克和关塔纳摩侵犯人权 欢迎收听本次栏目,谢谢再会